6月15日,浙江渠州,刘女士购买散装牛肉干,发现店员当面切他选好的一条牛肉干,装袋时偷偷把托盘里提前切好的牛肉干装进去一起称重,一条牛肉干切出了四五条的量,由于柜台很高,顾客从正面根本发现不了。 刘女士称,自己和同事此前分别在这家店买过牛肉干,发现称重有问题,这次他和朋友两个人分头行动,一个人在下面选购,一个人在楼上录像取证,结果就发现了这一幕,他要求商家退一赔三,但对方不同意,说只接受道歉,碰到这种无良商家真的特别气愤,希望商家能诚信经营。 他说,真的事情我只能给你道歉,然后我说我不接受道歉,他说,你不接受道歉是吧,那就随便你做声音还是要澄清吧,我觉得这样子肯定是做不长时间。